南投县长许淑华全程陪同13乡镇基优村里长 参访台中市乌日区VOT垃圾资源回收场 包括南投市长张家哲 仁爱乡长江子信 悉尼乡长全之间 渔池乡长刘启凡 陆古乡长邱卢平等乡镇市首长也都到场观摩 南投县我们目前累积的垃圾量已经来到了24万吨了 那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焚化设施 那所以呢不断的在每一个乡镇 除了现在我们请各县市来协助外送的外送来处理的之外呢 有一些都是已经开始堆滞在打包了 那去年呢我们正式的也请民间的企业来协助 特别把南投市呢我们也做一个专案的处理 现在在南投市堆积的量也差不多在5万多吨左右 那尤其呢我们今年呢也把在我们草屯的 鸟嘴团附近的整体的垃圾都已经清空了 台中市政府副秘书长林玉宏 环保局长陈宏毅 以及焚化炉营运厂商也都派员全程解说及简报 并安排村里长前往吊车室 中控室等厂区内部 实地了解废弃物处理流程 这种垃圾分类的观念越来越好 所以早期我们是焚化厂是洪水猛兽 那现在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逆比的设施 逆比一定要有的设施 但是这些设施相对的我们会把它的配套做好 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盖的都是六星级 五星级的这一个再生能源的发电厂 早过来到我们这里里长的在我们地方 他能够了解 鄉亲在问的时候 他也会清楚 那所以呢我想我们能够 这个第一部分呢 先让我们的村里长 还有我们的基层的这些民意代表 也能够了解知识之外呢 那未来呢我们在整体的这个评估选制的地点呢 也一定会非常的谨慎 许县长表示 县内垃圾量累计达到24万顿 县府积极协助各乡镇打包以及转运垃圾 但是垃圾量仍然不断累积 长期来看南投县还是需要有自己的垃圾分化处理厂 这次安排各乡镇地方民意父母官 就是要让大家了解现金垃圾焚化炉的先进设备 大部分都已经转型为再生能源厂 在空污废水的处理 以及整体环境的整洁 都已经做到很完善 而再生能源还可以再卖给台电 每年也能为工库带来收益 记者曾光佑台中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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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